上海人不走亲戚,不借钱,冷漠,没有人情味 这一期聊聊上海人的边界感 前一段时间,有位北京博主上海弄汤蹭饭的视频引起网上热议 有的网友据此认为上海人冷漠,没有人情味 甚至一度引发地域歧视的讨论 加深了网上对上海人刻板印象的认知 同时也有不少本地博主发声 表示这并非上海人冷漠,没有人情味 而是很多人不了解上海文化的缘故 这其中被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边界感 那么这种边界感到底指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 要了解上海人的边界感,就要了解上海人的文化特征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上海人 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基本上是移民融合汇聚在此基础上 产生语言文化认同的一类群体 也就是说,上海人并不单指某类固定的人群 而是同一种文化或者说文明将其绑定在一起 从而被定义的一群人 一百多年来,这块地方吸引来此无功求生的人 他们中涵盖了祖国大江南北的群体 尤其以上海周边省份人居多 包括苏北人、苏南人 这里面就有扬州、延城、苏州等地的移民 也有宁波人、绍兴人 还有广东人、山东人、安徽人 一部分人来了又走 一部分人就此扎根 形成了上海人这个大家点 而真正的上海本地人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复杂群体中 上海人之间的观念也在不断融合变化 包括外省市进入上海的新上海人 他们构成了上海人这个核心概念体 这群人自然也带来不同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理念 最后融合成一种契约精神的价值观 也正是在这种概念体的影响下 上海人才能成为一种越来越有统一影响力的群体 上海人的特点之一 就是生活比较会精打细算 这涉及到他们的消费观 很多上海本地人过日子 都是一分钱一分钱数着花的 他们绝不为不必要的花费而多出一分钱 就比如买菜 他们每次都是买一点新鲜的吃完再吃 绝不会多买浪费 所以他们餐桌上的食物 往往也是非常精致小巧的 一言以蔽之 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追求精致与实惠 关于这一点 之前有详细的视频分析过 大家可以向前翻翻回顾一下 接下来让我们来聊一下边界感的具体表现 其实这种边界感可以简单理解为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 你也不要给我添麻烦 中国人很讲究人情事故的观念 有时总是希望麻烦亲戚朋友 一来二去形成一种人情圈 但上海人很早就跳出了这种传统的观念 接下来 我会从借钱 酒桌文化 走亲戚三个方面 来说明这种边界感 在日常上海人生活中的表现 在借钱方面 上海人秉持的观念是 一定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借钱买东西 这种情况很少 他们一来不会轻易借钱给亲戚朋友 二来也不会轻易开口向别人借钱 如果真的涉及投资 创业类的资金缺乏情况 他们会直接向银行或者贷款公司借 这样既不会令朋友亲戚难堪 也省去了日后反目成熟的尴尬 可以说 友情亲情和钱财之间的界限感 分得十分清楚 上海人也不是一定不借钱 借钱得分情况 比如今天吃个饭 你忘了带钱 先在朋友身上借一下 明天就还 还比如真的就是家庭走到山穷水晶的地步 生病住院手术花费 已经捉襟见肘时 亲戚朋友之间 也是能帮还是会帮的 当然这个借出去的钱 上海人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是不准备要的了 原则上 他们还是遵循救急不救穷的古训 这是边界感的体现之一 第二是九州文化 上海的九州文化相对干净 没有多少论资排备 异化成体现权力 地位实现利益交换的载体 真正做到了让吃饭回归吃饭 饮酒就是饮酒 正规场合 上海人很少吃白酒 亲朋聚会 老友相聚 只多准备一些黄酒 红酒 或者一些软性的酒精饮料 当然 现在也有不少人会喝早酒 配上羊肉 是黄金搭配 但绝不多已 只为消磨成光 上海人不会在餐桌上 劝人喝酒 轮番轰炸 直至干趴下别人才罢休 在我看来 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 上海的酒文化 其实是地区酒文化 与世界酒文化的高度融合 体现了一种 自觉文明的营酒习俗 理性的上海人 也许并不能真正体验 醉酒后的酒神世界 但在这份 与酒浮光绿影的交流中 上海人真正懂得了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的理智和激情 这大概就是 上海人的酒文化精髓 这也是边界感的体现 第三 则是走亲戚 上海人过年 也很少走亲访友 在正常年份 有可能大家一起 聚在一起吃个饭 随后一家人 就天南海北的旅游去了 总之是给大家少添麻烦 也许一些地方的人会说 他们没有人情味 会缺少年味 但其实我觉得上海人 早已从人情事故中抽身而出 因为看穿的人情味背后 其实也是某种合作关系 所以他们剥除了这层外衣 净化到了台面上的契约论 我们无需比较优劣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地的习俗 一地的人觉得舒服就行 这种边界感 也在走亲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其实不只是上海人的边界感 这种边界感 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中 在经济程度相对发达的地区 人们的意识观念 也越来越像这种边界感靠拢 近年来 不少年轻人 越来越讨厌酒桌文化 断倾现象 在年轻人群体中流行等等 某种程度上 就是这种边界感影响力的扩大 个人认为 这种蹭犯视频 引起了网络现象的讨论 是有益的 因为只有在深层次的讨论中 我们才能明白 一个地区文化观念的特点和精髓 剖析它的历史和成衣 让更多的人理解一地的文化和习俗 改变一些人对上海的刻板偏见 不过坦白讲 只有真正的来到这座城市 与当地的居民生活一段时间 你才能真正明白 掩藏在网络偏见之后的事实真相 其实上海人的生活观念 是非常值得学习的